LPGA超级新人朴晨炫取自LPGA官网 记者赵新天综合报道 LPGA超级新人朴晨炫 今天在LPGA韩亚银行锦标赛第一回合 打出六个博力无波技的66感 与澳洲的黎敏及地主好手金明轩等人并列领先 目前在LPGA奖金排名领先的朴晨炫 本周回到南韩出赛 让跟随观战的球迷见识到他的好表现 这回合朴晨炫前十动只有两感进账 冤在十名之外 第十一和十三打下博力之后 他才浮现在领先榜上 第十七动短动开球上了果领 九步的推赶朴晨炫很有把握的送进洞口 加上最后收尾动长动顺利打下博力 以66感玩赛战上首席 世界排名第二的朴晨炫 今天羽球后柳晨炫 世界第三的汤普森同组 吸引最多观众跟随 汤普森打下4秒一波技的69感 战士并列13名 柳晨炫在比赛中段吞了三个波技 只以平盘72感玩赛 和台湾女将攻一瓶 钱佩云本人并列40名 钱佩云资料照 记者赵新天社 公一瓶 资料照 记者林郑坤社 李敏基今天打下八个波地 两个波技也很有竞争力 金明轩最后舞动连续 波地结尾 战力也十分惊人 澳洲李敏基取自LPGA官网 金明轩取自LPGA官网 今天过40岁生日的美国老手克尔达出67感 目前与另外四人并列第四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关注 入阅